一斤糯米清洗干净 今天咱们用自制的酒井来做老糟 洗干净的糯米再提前浸泡3个钟 泡好的糯米直接捞出放入电饭锅中 放入比平时煮饭稍微少一点的水 放入电饭锅中盖上盖子按煮饭键功能开煮 准备一个自制的酒井将它捣碎 一斤糯米大概用一半的量就可以了 煮好的糯米饭装入无水无油的大碗中 加小半碗凉拌开让它快速降温 但糯米饭量至不烫手 大概37度左右 均匀的撒上就去粉 再将它搅拌混合均匀 拌匀后倒入待盖的容器中 用划刀压平时 中间再挡一个酒锅可以随时观察出酒情况 盖上盖子 盖上干净的衣物放在干燥温暖的地方发酵24小时以上 我发酵了30个钟 现在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好甜好浓的酒香味 现在可以看到酒水特别多 像这么热的天气 大概发个24小时就已经够了 做好的老糟就可以装在无水无油 已经消毒过的玻璃罐中 放在冰箱中密封保存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谢谢大家